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人就说里面的餐厅碰坏的早午餐非常贵 我一会先说早午餐是怎样贵的 其实这些Event 去到这些地方 政府当然不会自己或主办单位自己去做餐饮 一定是叫人家有些公司进来做的 那你可能会收他们租 又或者即使租金不是很贵 但因为出席这些金融科技钱 可能人数都挺有限 我不知道 于是他们就会收个高昂的价钱 既然来得参与这些金融科技 周围世界各地或本地的金融财进 按照他贵一点都没有说吃不起 但是吃不吃得起和愿不愿意给你做汤呢 是两件事 即是说不支架就说 老实说 我想说 一会再说 太离谱了 你这些情况 因为我们要赚的 即是这个Event 的目的 这个Event 的目的 不是赚这些钱 即不是赚那些营头小利 你老实说 如果真是那个营运餐厅的人 所以现在的搞手 我想说那些GM 那些搞手 那些搞手是没有一个 即是没有一个 纵观大局的同理心 老实说你多少钱 老实说 如果那个餐厅说 你不是自己营运的 你批出去的 喂 很难做 我不收你租 但是我们计算过一条数 我们之前的经验 那我们要派 例如18条一来 有搬席柜 根本都输 喂 这样 不如这样 我还给你 你甚至乎补贴他 不要说 便费别人吃 你希望你 reasonable些 为什麽 你不要让别人有个 参观展览 有个坏印象 你收回 我不要让你收回35元的早餐 好像机场 65元 一个正常早餐 你不是赚这些钱 老实说 你这些东西 你搞得这个意外 喂 说真的 你不争在 我再贴10万 8万给你 我心想 我早餐找我 我这个 不是啊 我的经验不好 就算我回去 喂 有什麽收获 喂 收获就没有了 被人流血 去唱你都没意思 是吧 因小失态 我都不明白 搞什麽 喂 你真的老实说 就算我明知 喂 现在这个不是 四季酒店那个 不知道什麽 什麽餐厅 香港卡 那别人来吃 那当然是贵 没得说 我来餐餐的钱 买一杯水 你买一杯水 可能是八兜野 那你要不要来人家店呢 好了 看看怎麽卖 好了 好了 他说呢 場内有提供餐 有什麽餐厅 怎麽知道价钱呢 那些嘉宾 就去到 令人嘩嘩 嘩嘩 嘩嘩 我又是用我说的那句 你不要说我啤梨 你临康城 我们怎麽会吃不起呢 但我是不会吃的 不是狠 我背脊骨落 你当我傻啊 是不是 早餐 沙爹牛 好 配个菠萝包 一百二十五元 旁边还有括号 写着用大光面 首先要说一说 你觉得大光面很威風 要括号着 highlight大光面 你说 我是用 出钱一钉 其实都不威風 都不威風了 因为现在很普通 那你说括一括去 大光面 有多少威風 一百二十五元 那我和你说 各位网友 我们公司 其实最近我们公司的茶餐厅 不计我的老友阿威 即我下面威哥 我问他 现在威哥做蓝丸 笑纳的 他说是 我说不是 那么多车 那怎么吃一碗一碗 没有 那我怎么营运 那我这我不说了 他说现在全我行 我们附近 最近我 红运茶餐厅 最近的 我很少去吃 其实他最是 合我心意的 红运茶餐厅 就是以前 星仔那里行运一条 龙那间 即是那类餐厅 有两层的旧式 有自己出包的 其实那类餐厅 就是我从小到大 我就从小到大 我就在白宫兵室大 白宫兵室对面那间美宫餐厅 甚至乎 你们现在去到北帝街 那间舊人 我都不记得名字 我都常常会去吃 我是那种大 我是最瘦那种 但我为什么不去吃呢 因为他的早餐 是怎样呢 是一个通粉 一个菠萝包 很小的菠萝包 即是给餐包 一杯饮 他五十多元 而他的通粉 那是我们最传统的膠碟 那个锅是很小的 很少份量 接着 他不是火灵师 他是切到很薄的三角火腿两片 即是三角火腿很小块的 你如果很多火腿师都说 吵你了 那我觉得贵 五十多元 他不便宜 我知道他不便宜 那我吃不吃得起 我不想吃 我真的会觉得贵 你现在 撒点偶面 加菠萝油 吵你了 一百二十五元 还要 如果你是凍饮呢 加五元 好了 他说 这个价钱 真是金融财 怎么吃得起 Welcome t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他说 那些记者说 寧愿有些人 走几条街 甚至乎 走回去 乘搭车去机场吃 都没那么生气 阿老香港 你太狠了 这个不是坏的经验 是啊 好了 贵价早餐 很难吃得起 另外呢 有中餐的 鱼蓉肉碎竹 加 腸粉 一百二十元 哈哈 好了 如果吃齋的呢 有火龍果粒水果芋樂 加甜椒薄餅卷 一百七十元 哈哈 反而我all day breakfast 一百六十五元 那你all day breakfast all day breakfast 就可以了 因为你在街上 外面吃的时候 一百二三元 下午底 好了 表理到尾 但是呢 你收到那么多钱 老实说 你凍饭做的加钱 真的很少 老实说 我们怎么看餐厅 和茶餐厅的分别呢 我小时候 我喜欢去荔枝餐厅吃lunch 我读加密的时候 外民商家在荔枝餐厅 或者 我怎么形容呢 就是等于你们在荔枝餐厅 陪正对面 不是我说两间角楼 那两间叫什么 雅角 雅角那些 晚上就很冷 但是下午 他也是有学生餐的 但是 是很便宜的 朗年 但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那杯是会贵一格的 去过凍饮呢 那杯是不会很大的 以前我们学生餐 我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我们的杯凍饮 很大杯 以前如果学生餐凍饮 都是不会很大的 是吗 但是你们已经大的 是吗 是吗 我不会很大的 他又不会小 但是他很大 不用加钱的 冷热同价 那些是高级的 是高级的 餐厅是冷热同价的 其实我说实话 我真的很喜欢吃 到现在 都很喜欢吃 那一类餐 如果下午 我就喜欢喝白汤 好了 接着 其实来来去那些餐 有什么白汁 不知道什么饭 咖喱什么饭 或者有时候 茄汁豬扒饭 好了 接着 很满足 有汤 有饭 有甜品 通常就是啫喱 那时候 譬如那些 有个铁兜 啫喱 上面淋一些 烂酒 化奶 接着有一杯飲料 那我个年代 如果例子 到中五四五的时候 应该是五元左右 五元左右 我个年代 如果到中四元 中一二的时候 可能 三元 三个半 快要吃饭 但是茶餐厅 就不想同 就是分开冷热 即冷冷热 你现在收到人家 咖喱了百七元 咖喱了你吃过 什么乳酪 一百二十五元 咖喱了你吃过 菜蛋面 不 沙仔面 你想想 五元都跟人家计 好了 不要紧 相对底下 下午就叫做抵吃点 喏 全个餐牌最贵的是 就是芝士煙肉焗細生薯配烤豬扒骨 還有有蟹肉冬菇衣麵配炸雞翼 兩個都是一碗楊之金沒有飲的 不過都是這樣說 如果真的要飲冬飲就加五元 那多少錢呢 這裡沒有寫的 寫漏了 我想都是八六七元 這樣就不算貴的 下午也是有點貴的 你問我 但對比早餐 你不要這麼無聊 好了 散點吧 那不如散點吧 不要叫散餐吧 忌廉吞拿魚 酸瓜菜沙律三文治一百七十元 買一瓶水呢 買水夠便宜 細水一百五十六三十元 哈哈哈哈 他真的老實說 不要這樣 我真的想看金融科技是誰做搞醜 誰變出來怎麼想 你下屆想想去吧 真的不要給別人印象那麼差 不是吃不吃得起的 正在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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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貴呢 其實呢 那個貴都沒有誠意 是的 貴呢 雖然這個是雙室道地 但是他的誠意是不夠的 不是這麼貴的 我回到尾 樓主出post的話 當時是凌晨三點 雖然偷拍是不夠的 但是真的覺得那裡很折躲 所以去拍吧 好了 相片引來很多網民熱議 當中的內情 那我不說那些 那一個月一個月 那些人說 有沒有按到十幾百個 好經典 我們講十幾百個 是 其後呢 有一個聲稱是 事主朋友的人現身 其後 他說 他只有一個朋友來的 他扮出軌 聽著 之後那女兒很生氣 所以他跪在那裡 之後一群朋友衝出來 他就求婚 當然那些網民就半信半疑 說 求婚 要扮出軌 什麼事啊 他說 求婚為何會相對跪 你不要記 你記住現在不是求婚 是後來求婚 現在是跪 因為他扮出軌 女朋友生氣 去到那麼準 等等等等 有些人說不信 喏 他的朋友 有沒有這個人 還是有人覺得 他的樣子壞了 叫一些朋友 或者自己出來 去解釋 他有沒有那麼餓 有可能有 又或者 是真的這樣做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的人 他的智力 我真的不夠膽 不夠膽講 如果聽他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 他扮出軌 那女朋友當然是很生氣 要分手 他跪在那裡 跟著 好了 正是 那女朋友在那裡哭 然後說這個時候 然後 然後就一群朋友出來 就 整股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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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假裝結婚 你覺得 如果你們真的這樣想 他這樣寫 我覺得是表達差的 不知道我有沒有 但他這樣寫 我這樣說 那女朋友會覺得很浪漫 他說 我覺得很大部分香港的女人 是會發爛爪的 你這樣那樣來求婚 你還要扮出軌 還是 你這樣想 出軌的軌 被她的女兒 很棒了 就扮沒有出軌 就扮沒有出軌 扮找一群朋友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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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很多朋友說 喂 男兒室下有黃金 你說男人有沒有貴過老婆呢 我不敢講 我沒有 但是在很多情況下 去哄老婆 A老婆 可能要放下尊嚴 我相信 大家都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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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你說 在街上這樣做 小 其實呢 如果一個女人對你還要有感情 他都不會希望你在街上這樣做 嗯 辱冷酸 你認為 是啊 有些女人性格強一點也好 喂 我想沒有女人會喜歡她的老公被人笑 還說我現在手機時代 把她的老公放在櫃子 給你刮 是啊 我可以拿著她的老公才很威風 你以為她會這樣想嗎 如果你有足夠的尊重給她的老婆 的話 當然 老婆 很多時候 天生有這件事 就是去照顧她的家庭 包括她的老公 她都不知道 喂 最好你出去很威風 但我出去做阿嫂 都不知道她很威風 嗯 是吧 你以為她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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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不是 你真是對不起別人 欠別人錢去櫃 求別人不要追究我 給我時間 那些櫃 就是另一件事 而且如果這個櫃 我也覺得好人不就好 我誠意都不夠 好了 五牛一單 真是很奇怪 這個世間上的事 又不會日日有的 但真的有 大陸員魏司 涉嫌 在探望 在香港 生活過11歲女的時候 多番非禮 首先 隔著衣服 摸她她的球 繼而思過 脫了女兒的校裙 和底褲 石她的球 和拿她的蝦 是 女同學向朋友提及 被人excue 就是豁胡性侵 我也不知道excue 就是他們那些 就特別多這些東西 excue就是性侵 之後老師也都覺得 咦 為甚麼 那兩個同學 手指有不沉上的傷口 就揭發事件 袁毅司 否認三項非禮罪 還要否認 案件呢 今天在區域法院開審 被告LWH 李永恆 嗯 47歲 你話說話 我沒有打算說 Steven的老婆問不問 躺街 沒有錢就躺街 做甚麼 你老婆 說甚麼 說中國走到這一步 又說沒有錢交租 又說現在沒有錢 是甚麼糧期就不到 糧期就不到 說糧期就不到 說糧期的話 你老婆說的Steven 就沒有說就不到 如果真的差一兩個星期 一定可以轉到 之前已經被人踢爆 他收了百萬計的課金 就是了 你老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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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理 我不理 因為我沒有看到 不知道可能別人被你吹水 但是我也是那句 你老婆說 你兩個大人 有手有腳 沒有理由 一年兩年三年都回不了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很富裕 但是回到某個程度 不用一個月頭 兩個月就出來欺負 對吧 因為你兩個可以出去做事 就算請崩妹也好 叫媽媽還沒幫忙也好 或者老婆做part time也好 不要多說 三筆多三四筆東西 兩夫妻加起來三四筆東西 這樣也不至於要這樣 至於還錢那些 去貴求 以前差錢 沒辦法 剛剛好 我最多還低一千元 有些我真的遲些才可以 老實說 都沒有你負的 你問一下 他以前的拍檔 關志斌 又或者 我不知道 Joy他們那些 或者英國的同事 或者其他 有沒有數 我想個都有數 你想想 連張十元那些 都可以借到一千萬 跟我說張志肯 就是 屌你了 每個都有數 就是 屌你了 我又不明白 真的屌你了 真是很奇怪 有些人很容易開口行 老實說 開得口的 一定不借的 首先說 因為 現在香港 基本上 是很有辦法借到錢的 你要跟朋友借錢 真的不同 幾十元錢 你已經借到盡了 不能借了 你憑什麼覺得 有得還呢 多數沒有得還 無謂 無謂 好了 你想到你們兩夫妻 所以 又說 什麼行黑 不說黑 不就混亂 沒有問題 搞不定嗎 又放心 你那四個小孩 一定有香港政府 社會的處理會 會接收的 保養局之類 你定 你想到那些 那些 那些 最深的iPhone 這樣就有型 是啊 你知道嗎 炸窮炸到這樣 你炸窮就要做全套 是吧 說真的 你仍然要租村屋 要養狗 我不要說你iPhone那些 人家已經覺得很難受了 我怎麼幫你啊 是吧 喏 被告LWH47歲 原歷斯 被告三雄 猥蝕侵犯罪 案發在2022年 犯案的時候 X只有十一二歲 即是現在十三四歲 那時候 讀五字小腦 控方開案就說 X 即是他的女兒 在2018年來香港 即是2018年 如果這樣計 即是他來香港的時候 是七八歲 他來香港之前 是跟爸爸住的 如果這樣說 在鄉下有機會 為什麼 我要搞清楚這裡 即是我們 那時候我們有個 theory 不是我的 theory 是 要他們做亂容的 研究 原來 即家庭裏面 的親人 如果不是從小到大 一起成長 他們原來是有一種 很奇妙的性吸引力 即是姐姐吊弟弟 哥哥吊妹妹 哥哥吊老母 弟弟吊老母 姐姐被老爸吊 那些情人 是很有機會出現的 只要他們不是一起成長 就算大家不是靚 不是有型的 不知為什麼 可能那種親人的吸引力 但只要他們一起成長 即是經過研究 他就會打破這件事 就沒有了 所以始終亂倫是少 即是我說幾多也好 一得是少 沒有亂倫的 而他在2018年來香港 那時候七八歲 照樣應該是打破這件事 好了 他RX來到香港之後 就和媽媽 和兩個阿姨 和阿姨的女兒 一起住在官堂的單位 即是說他媽媽 兩個阿姨 和阿姨的女兒 加起來 最少 因為阿姨就不認識女兒 都五個女人 住在一堆 而他父親仍然是內地居民 德國 就每個星期都來香港 探望阿姨 即是說 每個星期都來探望阿姨 根本他們那個關係 或者好像有一種同住的感覺 是沒有斷過的 即是我們香港 現在很多父母 就算爸爸媽媽 和孩子住在一間屋 很多時候都只有五六天 或者六天可以見面 為什麽呢 譬如像服務性行業 的 父母收十點 回家十點多 那些弟弟都睡著了 這個小孩 六七點都起床 出門頭上學 爸爸 起到生的 又說起到生的 有時候抱著 爸爸送你回家 有時候累的 慢慢 可能他 起床都十點 十一點 然後他就上班 梳洗 現在星期六天 也有很多時候是這樣 OK 好了 所以他說 他這一個 阿X的父母 和阿X的關係 其實和一般的家長 家庭 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示範在2022年 某一個下午 阿X在睡房的下隔床 睡著 睡著 突然間 他醒了 看到被告 即是他的親衣老爸 坐在床邊 被告 隔著他的衣服 摸他的波 和師柱 你很難想像 我爸爸 你說 這樣說 我不是說 會是男性電戶 如果那個是你表妹 其實都是親戚 應該不行 那我都明白 甚至乎那個是 如果那個是你舅父 舅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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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父算不算亂亂嗎 其實 都算了 就算不是刑事罪 我們都覺得天地不容 舅父 但是 我只是大理明 舅父 你也 你女兒 他竟然 是隔著衣服 摸阿X的波 和師柱 阿X覺得很害怕 當然害怕 就推開被告 然後另外一次事件 因為很多次有十次事件 被告 在房間裡面進去 進去 就把她的女兒 阿X的校服 脫掉了 脫掉了 內衣服 然後被告 就是他爸爸 L.W.H 全身赤裸 吊了兩條肉蟲 全身赤裸 開始撫摸 和摺女兒的黏頭 跟著還未夠 他還用他的下體 去扶勾摩擦 阿X的C柱 很危險 因為你扶呢 很容易 不過幸好她是女兒 如果不是很容易 扶一下扶一下 就這樣扶進去 OK 好了 他扶他的師柱 好了 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三次 被告走來 將他 表理你 的所有衣物 全部脫掉 跟著自己有赤裸 然後呢 他又用下體 今次不是扶了 摩擦是這樣的 是撞的 支柱 撞 即是說 其實不是撞 他是企圖插入 他是企圖插入 OK 公成 對 好了 在2003年3月 阿X跟同學表示 他被execute 那些同學沒有做任何事 到5月 阿X 老司發覺 阿X 怎麼成功 而且 手指有不尋常的傷口 什麼叫不尋常的傷口 他沒有交代 可能他戒手指 或者咬他手指 知例 不尋常 就問他 跟他聊天 聊聊天 就得知 原來阿X竟然被父親性侵 十次 老師就立即通知學校和社工 立即報警 這些老師也好一點 就是 我想 都是報警是很正常的做法 沒有理由 如果你想要蓋他 蓋著這件事 怕家醜 好了 那麼LWH 還未審完那些案 你看看他 他否認控罪 看看明天 我們跟進一下 看看他怎樣 這些辯駁好得無恥 這些通常都 好了 跟進最後 陸秦學有人說 魯表可以 魯表有分 魯表 就不可以 魯表 魯表 可以 這麼奇怪 魯表在先進社會 都不可以 中環是魯表 魯表不可以 魯表不可以 什麼叫魯表呢 兩姐妹 姐姐和兒子 和妹妹的女兒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魯表 就是阿哥生了個兒子 和弟弟的女兒 不能夠 阿哥生了個兒子 和妹妹的女兒都不可以 孤表也不可以 就是魯亂的 古代的皇帝 惡心女兒 古代的那些 不要說 搞一堆 喂 說真的 要綜合 你去找 你去找 等你去完 回來找 無論由聖經 到印度 婆羅門教 到我們中國 犯 希臘神話 日本 日本 喂 差不多 全部這些傳說 都是表力 有沒有 是聯絡大國 來的 文表特別多 好想多 好想平常 好想多 這些 聯絡這些東西 好了 我們繼續跟進 這個 這個 你有人說真的 所以說 我們有個粉絲 即是說 我第一個 令到我 即是現身說法 令到我 令到我 那個薑蒜素 賣到吹雞的 那個姐姐 她有相來的 就少了 因為現在身體已經很好 話說 她那時三十幾歲 老公不在 我說過很多次 她都沒有去 所謂再嫁 因為為什麼呢 她有些人追她 她說 她有兒子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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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想想 我不是說 我會的 喂 你畢竟 有血緣 那些猫 沒有血緣的 如果她喜歡的老母 那是三十七歲 那個女兒 年輕的 十五歲 都亂亂亂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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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棒 但她心都要控制自己 你不是很糟糕 你不是很糟糕 不要說這樣就走 但是一年後 你和老母的新鮮感 就少了點了 女兒十六歲了 打扮出去 爹地 她也叫你爹地 不是叫你叔叔 叫你爹地 爹地 你和媽媽說 我今晚和Vivian 去Christmas Party 晚點才回來 你去到多晚 別這麼晚 我們兩點前回來 你如果有什麼事 你叫爹地 知道 小心點 她轉著臉 出了門口 你看看這個妹豬 一年一 高又沒什麼特別高 15歲都高到後庭 腰又小 是藍得的S型身材 但你都覺得自己太吐氣 不要想這些 我和媽媽爭愛 好了 入廁所阿得聊 那時候回藍天 你只看見她吊著兩個空為Hello Kitty 你真的叫自己不要 但是忍不住 忍不住 扔她下來看看 那個杯子要不要這麼想大 放上去 我含咬了 我含咬了嗎 我含咬了 好了 又過幾個月 女大妻一夜一日就變 他那天 過了聖誕節 打扮了什麼 原來謝思燕 謝思燕當然要爭厭 那些女兒很喜歡扮大個 爸爸你覺得這裏裏哪裏裏 因為她和你很親切 你那一對 什麼 我女兒穿什麼裏裏都漂亮 不是哪裏漂亮 黃色那裏裏的 不是哪裏裏 你年輕 Elle請先裔不要緊 好了 他就聽你說 可以 pin 這個原因 有ל點 答夏你怎麼這麼聽我說 你不會想,因為你家的男人可以當你爸爸,你想想,難道他這麼聽我說? 就是方哥的名字,他喜歡了我,你會想想很多事情,說真的,日跡月累下去,終於慢慢,你不覺不覺, 所以金融社那個什麼什麼,沒有收文,沒有登輸,沒有三通,就糟了你,暗戀你這個二女,金融這下夜,真是挑衷眼眉的, 好了,接著,糟了你女兒見到她,好了,有一天,一年後了,17歲,糟了你有沒有那個女兒,你的女兒, 你有沒有覺得,爸爸,打電話給你,我今晚會不會回去吃飯,你忍一忍一忍一感覺到, 於是你試一下,因為女老婆跟你說過,女兒不知道是不是拍拖, 怎麼了,拍拖嗎,是呀,那好吧,你不要這麼晚回來,小心點,就好了, 放下電話,你心中,竟然覺得有些不事未宜,你有沒有,整天在那裡騰來騰去, 嗯,糟了你,11點,還沒回來,糟了你,你才發覺,你才面對自己, 原來你就糟了你,你有沒有被他,真是忍一忍一忍一忍, 好了,有時候,糟了你早上,不是瘋了,根本就是這樣, 那時候早上,糟了你,喂,你還沒,不用起床上學嗎, 你不怕,那天是星期六,你習慣要去上學,一推開門,糟了你有沒有, 哈哈哈哈,見到那個女兒,怎麼你有沒有這樣, 噓,噓,噓,噓你有沒有,過呼吸那對方,呼呼呼, 噓你有沒有,你怎麼撐啊,其實你那年,你自己只是47歲, 是,OK,你那老婆就40歲,因為過了兩年,那女兒, 噓你有沒有,不知道什麼的東西,噓你,十九歲, 喂,噓你有沒有見到那個,呼呼,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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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噓你有沒有,喂,你忍不住,你又不夠僵喔, 你不夠僵喔,好像LWH那樣, 怎麼見到老婆回到門口,你又在外面打, 你有沒有,好了,你慢慢打打,你又忍不住, 你又忍不住,你就打給你,你有沒有,你都忍不住, 噓你有沒有,但是這樣也出事了,所以,喂,真的, 為什麼我說呢,大家不要開笑,為什麼要倒戶我女兒, 噓你,你的女兒開始大,你真的不能有些, 真是很危險的,噓你,好,很平常的,噓你, 喂,真的,噓你,女兒大,十九歲,大家想想, 噓你那個呼吸,她穿著那些,她未必現在女生不喜歡穿睡衣, 你想想起老爺小姐嗎,她穿一件,又是那些,通常舒服一點, 買一件,或者以前穿著那些裙子,舊了, 然後又有T恤,在家裏,或者在苗街買一條, 二十五元一條那些積身裙, 那些,噓你那樣,Q太郎那樣, 噓你有沒有,喂,噓你有沒有, 那些女兒又反對,那些年輕女兒, 噓你有沒有,你看不到什麼的, 看到她這些位置, 噓你,好不好, 你,喂,你不是怎樣, 你,喂,你不是怎樣, 你,喂,真的, 普通那時候說,我和我按摩女兒, 這樣,噓她見到她的兒子的老爸, 你不是在那裡, 噓,閹著那門, 噓你,不要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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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開始慢慢慢慢就不滿足了, 好了,地盤工三年前被斬, 我們繼續跟進, 今天呢,昨天應該是這樣, 是傳召了三個警員去給口供, 第一個就是警長的李經勇, 他說接獲報案之後, 去到現場安排人手和處理證物, 見到被告當時上信赤裸, 下身就穿著條間條短褲, 神情痛苦, 一直合上雙眼,低頭不語, 他需要扶牆才可以站穩, 但是又拒絕警員去參扶他, 當救護員嘗試協助被告坐在輪椅上面, 被告手沒有觸動抗衡, 最終需要六名警員和消防員合力, 才可以制止被告將他抬上救護車, 好了, 接著另外警員溫格蘭和警員沈偉俊, 就陪被告在醫院接受治療, 被告首先被送去拿打草醫院, 其後就再轉去威爾斯, 溫格蘭就見到被告身體和腳趾上面都有血跡, 就問他個人資料的時候, 被告就沒有出聲, 保持針盟, OK, 好了, 而呢, 他説被告有一度情緒激動, 於是乎, 是醫院, 那些員工和他們兩個警員, 就要制服他將他綁在床上, 才能平復到他的情緒, 而當被告呢, 跟醫生解釋案發經過的時候, 醫生當然說, 其實醫生是沒有需要知道案發的, 但很正常就是醫生來到, 嘩, 為什麼你傷成這樣呢, 他就跟醫生說, 警員溫格蘭就說, 被告, 被告說, 我老婆是歐佬, 逐了上來, 你便斬夠他, 兩個女兒, 他媽媽擋刀, 便斬過去, 至於那個單位為何要起火呢, 他就說不知道, 另外一個警員, 沈偉俊就說, 當時被告說, 我老婆和另一個男人, 你怎麼搞出事啊, 他回去執問他老婆, 老婆就說, 是呀, 怎樣呀, 所以我很生氣, 就拿刀斬我老婆, 兩個女兒走過來幫我媽媽擋刀, 喏, 這兩個警員都是在, 就是溫格蘭和沈偉俊, 都是在醫院裡, 聽見被告, 和醫生講述, 案發經過的時候, 大致就是, 就是說, 第一個反應呢, 因為現在被告還沒盤問他, 就是, 之前就說他老婆很難倒, 發孝啊, 說, 是呀, 我都找個年輕一點的, 他很生氣, 但是現在呢, 就是出現了, 說被告說, 他發現他的老婆和人出軌, 他承認, 於是他很生氣, 就斬, 喏, 這個是被告的說法, 一人都死了, 那邊, 他老婆有沒有這樣說, 或者有, 他老婆有沒有這樣說, 或者, 他有這樣說, 是不是代表老婆真的有出軌, 都不知道的, 有時候, 比如說, 搶我, 我去, 買一碗牛腩麵, 或者, 你怎麼那麼久呢, 買一碗牛腩麵, 三個字, 是不是去追兒子, 是呀, 那你就把女人罰得上來, 是呀,是呀, 我去追兒子, 怎麼搞的呢, 這樣也不奇怪的, 其實我就不知道他在爭什麼, 現在呢, 似乎仍然, 仍然, 那, 那, 控方就講過事實, 就是控方那兩個, 找個證人上來, 就是想拗他, 是在盛路底下, 被人花光了些錢, 還要去不守府道, 所以我忍不住, 但我覺得, 沒有意思了, 拗來, 拗來做什麼呢, 你殺人, 中火, 三條人命, 講完, 是吧, 講完啦, 好,休息。